好,來到功夫熊貓跟嘎傑的第三場比賽 地圖是Inside and Out 七點鐘方向,紅色的神族是功夫熊貓 再來到一點鐘方向 藍色的蟲族是Scarlet 嘎傑 嘎傑都打得很狂野 剛剛雙方經歷了一場一小時的大戰 最後功夫熊貓是失去了耐心衝了上去 蟲族怎樣都下不到這個惡況嗎 嘎傑也蓋不下去 他這個,是開場直接拉嗎 應該是水晶炭 剛剛那場的畫面 我想要看激烈的交換 雙方 一直在進攻,交換戰純會比較好看 可是我覺得這海拳快打完了耶 那怎麼會拖到五點多才開始 那個 等一下還有階段二阿 這隻階段 階段二又是 目隔包三 階段二,階段二不是直接 階段二也是海拳 到阿 蛤 血汗賽程 血汗賽程 賽程嗎 這個對選手的體力負荷相當大阿 可是我覺得他們大老人跑來 不能讓他打兩個包三就回家了 他多拿一點 打到最後還有敗者組 還有雙敗淘汰 狗狐熊貓是選擇一個VS 開 應該PVD最常見的還是VS 開 VS 開才能守住 開三框 沒錯 靠先知在那邊戳狗 死圖的走位也蠻講究的 走一個可以走到你二框 然後 可以偵查到 又不會 送掉的路線 那是讓你要防守兩邊的路線 對 他現在先知都出去都不出門 出先知都不出門 他先確保三框開箱 他先確保三框開箱 等到兩隻先知出來才會出門 真的耶 你看那弓兵刷得比充足還快 充足還要花錢蓋對空 充足真的拿著開局沒有任何辦法 可是為什麼還是重組拿冠軍啊 可能說 那幾位重組 重組太認真了 太強大了 認真的打高爾夫球 就可以奪冠 高爾夫獎金比較多啊 因為一直拿冠軍嘛 已經是成功人士了 打打高爾夫球也合理 光蘇熊放這個 要直接 攻速使徒耶 先殺掉這隻 門口這隻王蟲 剛剛剩下一波的意思嗎 剛剛剩下一波的意思嗎 他是沒有 他是沒有停工兵補BG啊 應該只是騷擾 前壓 這個兵營 剛剛打太久了 現在直接一波 他沒補兵營喔 剛剛應該只是騷擾 飄一波 他等一下轉移 機械製造場 他就先勾你出蟑螂 然後再出 神族再出地光球 沒錯 出屠 我這麼兇的嗎 直接 他完全卡住耶 他硬彈 所以後面有狗啦 這波 這波我覺得 功夫小胖有點衝動 你看出狗 才有辦法守屬徒啊 出蟑螂完全守不住 手的機動性才夠 蟑螂會追不上 去衝那個 這在這邊送耶 這功夫小胖在這邊送 鬧不到再回來守一下 把烈光球 龜出來 嘎姐沒有出蟑螂 嘎姐 跳第一次喔 跳盾擊獸 我都好跳三本 也要出盾擊獸 也是合理的啊 要對付烈光球 要 把質量往上提升 所以我覺得他出龍狗 不會比較強嗎 神豬有VS 又有閃墜 對 除非非常 除非一瞬間 需要很大的量 不然也很難打死啊 只能做騷擾而已 神族的體系真是強 他還有VS 所以不怕你出飛龍 可是 而且那叢族 叢族三本之後 出那個 出飛螂 煉光球就沒用了啊 就把你抓過來秒了就好 這可以稍微限制一下神族 這可以稍微限制一下神族 看嘎姐打起來真的是特別狂野 好多狗啊 怎麼覺得神族沒什麼兵啊 沒有科技欸 就烈光球 等下又被那個飛螂抓 神族 他要轉巨像 看你出是蛇啊 你把你抓到 超快 8分 50秒 飛螂已經出一半 他一隻上來都不出 這場 公公小貓沒有 前期沒有給到嘎姐什麼壓力 對 人口差太多吧 解優勢啊 他還不出去了 沒有錯,今天就是撥到死 神族的兵質量好低喔 神族還要壓出來 這邊也沒什麼輸出啊,都靠烈光球 烈光球又被飛滿客 感覺不用盾力獸啊,那個刺者狗 然後把烈光球抓過來 蠻炸 口號大 感覺重組要來了就先 炸一下 我看到一個 看起來不是很舒服的建築 電隊導航台 要歸起來啊,又要打 雙方都沒有什麼進攻的慾望啊 要打一個小時 爆了 神族這樣走出來超危險的 對啊 他冰 燃料很低 要被爆了 飛忙勒 閃電還沒 來來來 好好好 雷光球 雷光球 雷光球都沒 直接履控 沒放啊 死光了 天啊,人口直接 掉了 80啊 在那邊晃來晃去 逛街 神族在那邊逛街 我看太累了 也拉過來 我剛才覺得這分地抽數量也太多了吧 天啊,泰克那個 雷光球跟巨像 對啊 這盾心中射程好遠 會不會比坦克遠 沒有坦克是 應該最遠的檔位 這個我不得不承認 好像差一格而已 雖然我不想承認 不過坦克確實是 裡面 最遠 攻擊 距離最遠的檔位 入敗了啊 這樣總 不會 還可以打一個小時了吧 不會 等一下 飛盲吸滿能量 把雷光球抓光自己 難道嘎姐 前面都在熱身嗎 現在才熱開 你身處沒有辦法打 就對你受啊 他很靠電 反饋先把那個 飛盲能量耗掉 可以 他也沒裂光球勒 直接趴臉就好啦 神主再去不朽啊 要靠不朽來打 又現在那邊還是送 看起來他也不想進攻 他也不想進攻 現在又是 眷養這個神主 不給他開出 狂 狂 對 還倦養 倦養在試礦裡面 感覺神主要衝了 已經在拉盾 衝不下來吧 力壽耶 哇 他背面要包夾的兵 又中毒暴桶 衝下來 沒衝下來就沒了 這交換 戰損神主很虧 沒通下來就沒了 好 謝謝嘎姐 打得真是好 恭喜嘎姐以2比1的成績 順利晉級喔 我目前看下來 嘎姐這一組的進度確實是最慢 畢竟已經經過了一小時的大戰 這一場真的有點 搞不懂 功夫小貓為什麼敢 大搖大法也在地圖 在那邊逛街啊 地圖中間逛街啊 他閃電還沒好他就敢出去在那邊逛 而且 重組已經有飛忙了 他烈光球根本沒用 真的是欠包夾欸 而且這樣比賽 前期生豬完全沒給到重組壓力 嘎姐科技跳超快 我剛發現一件事 這個功夫熊貓的烈光球只有 只有射那一發空爆彈而已 其他好像都沒有射出來過 你說等一下還有海選的敗部喔 那應該是階段二 階段二打完之後 階段二就是64強了吧 就是哈斯他們 可是這樣怎麼突到五點 因為他每一個小組取千兩名出現了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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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